连年征战血流成河,朕不想再见流血,就教您俩流放吧。 明太祖朱元璋见过后杀人如马,却对祥城宽容,对小皇帝的处置充满仁慈与智慧。 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,隐藏着怎样的深意,又对大明江山基业长青产生怎样的影响。 让我们来探究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。 园末,贪官污吏横行相礼,财户兼并严重,广大农民失去土地,沦为电农和奴隶。 1351年,韩山童、刘福通等人在河北一举举齐返元,随后江南地区也出现了许多农民起义军。 1352年,湖北农民名誉真响应时任红金军统帅的徐秀辉的号召,带领本地几千相拥起义。 在其执掌下,起军囤扎青山,修建营诈自保。 明玉真因战功卓著,仅用一年时间就升为统兵征卤大元帅,驻守在军事重镇绵阳。 1355年,徐首辉派明玉真前往四川采购军粮。 当年,地主出身的杨汉率领自己的私兵五千人,驻扎在重庆附近。 元朝地方官员图谋吞并杨汉的武装力量,策划了一场鸿门艳势的计谋。 杨汉识破该计,奋而离开重庆,陆遇明玉真部队主动投降,并劝明玉真趁机夺取重庆。 明玉真起初犹豫不决,在部将代售的劝书下改变主意,折返重庆。 此时的援军早已腐朽不堪,重庆百姓也眷苦原政府的残酷统治。 明玉真轻易攻占了重庆,受到当地人民欢迎。 占领重庆后,明玉真继续巩固宏禁军在川属地区的力量。 1358年,明玉真亲率大军,攻取嘉定,命地名二率精锐部队夺取成都。 此时成都已是空城,西木兵无心恋战,闻农民军制四散逃窜。 明儿顺利占领成都,明玉真右先后攻定嘉定等地。 基本扫清四川援军参与势力,他的地位也日益提高。 就在明玉真立下赫赫战功之时,宏禁军内部出现内讧,徐寿辉,心腹,倪文俊图谋独大,失败后逃到陈有亮处,随后被陈有亮杀害。 1360年,陈有亮趁机杀死徐寿辉,篡夺宏禁军领导权,自立为汉王。 明玉真得知徐寿辉被杀,痛心欲绝,誓言要讨伐陈有亮,报此血海深仇。 同年,明玉真在部将推举下在重庆称帝,后建立大厦政权,与陈有亮彻底决裂。 明玉真的崛起和大厦政权的兴起,反映了原木农民阶级强烈的反抗精神。 明玉真早年出生农家,见识过元朝统治者的残暴腐败,农民命运的悲惨,他从小就厌恶社会黑暗,梦想翻身改变现状。 二十多岁时,明玉真带领乡亲响应红金军起义,在彭州建立根据地。 起初,明玉真手下只有几百人,装备简陋。 通过进行土地改革,减税减负,明玉真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,部队迅速发展到两万多人。 1359年,明玉真率军攻占万州,开州重庆等地。 次年,他建立大厦政权,以扫除残存元凶,光复中华为号召,得到上万农民的响应。 他采用周代官制为蓝本,建立政权机构,但根据农民需要制定政策,如实行低税率,减轻农民负担,提偿教育,尊崇弥勒教等。 这些措施体现了大厦政权作为农民政权的本质。 明玉真撑地后,势力范围不断扩大,他调兵镇守各地,在湖北贵州布置军事重地,准备反攻元朝势力。 1363年,明玉真派出十一万大军分三路攻打云南。 这支军队行军一万里,深入云南腹地,元朝统治者只能仓皇出逃。 农民们沿途欢迎大厦军队,尽管三路大军最终为能会合,但此意严重削弱了元朝在云南的统治。 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,就在大厦政权如日中天之时,明玉真却英年早逝。 1366年,明玉真因病在重庆辞世,年仅36岁。 明玉真是个有远见的领袖,他为翻身农民,建立农民政权付出心血。 他的夭折是大厦政权,失去了领袖和精神支柱。 1363年,明玉真在四川建立大厦国,改元天统,定都重庆。 明玉真本人积极治国,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,初步是国家不如正轨。 他采取休养生息的方针,鼓励农业生产,提倡简约节用,并开办学校,授课以儒家经典,新闻教育。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,他禁止军队骚扰百姓,减轻赋税负端,因此初期的大厦国家确实让百姓们度过少有的小康时光。 然而好景不长,1367年,明玉真因病去世,年纪十岁的儿子名声登基为帝,由齐母彭太后执政。 一个浅薄的少年皇帝和缺乏政治手腕的太后,导致朝堂上出现了混乱局面,为了谋取权力,大臣们暗流涌动,你正我抢,派喜利利,谋害成风。 作为重要元老的丞相万圣,与张文炳不合,于是命人暗杀张文炳。 张文炳的好友明昭得知此事,就假传太后之命,将万圣骗入宫中杀害。 之后,驻守边境的平章吴友人,以清军策为名,起兵造反,逼迫朝廷再次杀死了明昭。 这些残忍的战争使朝野空前动荡,政局失控,军心涣散,国力也日益衰微。 与此同时,正是明朝的崛起之时,朱元璋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, 先后击败了陈友亮、张世成、方国珍等势力,并在1368年建立明朝,意图统一天下。 大夏陷入南北双重压力之中。 朱元璋多次劝降大夏,但年幼的名声和彭太后都没有投降的想法。 于是1370年,朱元璋派遣汤河、廖永中的水师和傅友德的陆军两路向四川进发。 唐河的水军在重庆城下驻扎,廖永中直抵朝天门, 与此同时,傅友德的大军也迅速攻占了明州、郎州等地。 大夏军队接连势力士气低落。 1371年8月,在彭太后的劝说下,名声最终同意向明朝投降。 唐河接受他的投降书,大夏就此灭亡,从此四川纳入明朝版图。 总观大夏过程,兴衰荣辱仅仅八年时间,建国之初, 明玉珍的英明治国是国家出具规模。 但他去世后朝堂混乱,加上明朝强大的军事压力, 这个幼小的政权最终难逃,覆灭的命运。 大夏的父王预示着乱世将结束,统一的大业已经到来, 也再次说明了内部团结的重要性。 1368年,朱元璋建立明朝,结束元朝在中国近百年的统治。 此时,其余残存势力少存,南方割据政权,云涅未清。 为稳定江山,朱元璋采取怀柔政策, 荣流投降将领,其中最具代表性的, 就是15岁的元末大夏君主明生和19岁的大汉君主陈有亮之子陈礼。 朱元璋没有杀死二人,而是风起归一吼归德吼, 软禁于应天府,明生与陈礼接系亡国之君, 感慨婆身,实有威严,成为朱元璋心头的一根刺。 1372年中,张决定将二人流放高丽, 既可减轻自己的后顾之忧, 又可收拾高丽与元朝残存势力的关系,一举三德。 明朝使节带同明生陈礼抵达高丽, 受到国王龚敏王的欢迎。 此时的高丽一方面向明朝称臣纳贡, 一方面又与元朝势力,暧昧不清。 龚敏王对二人礼于有加, 明生因其文采出众,为其造语高深, 深得功敏王喜爱,被封华蜀军, 获得广阔土地、奴婢和资财。 明生娶了高官女儿为妻,安详吉祥。 相比之下,陈礼只得到区区九匹部, 可谓一贫如洗。 明生不仅家庭美满, 还与李承贵来往密切。 1392年,李承贵推翻高丽,建立朝鲜, 明生母亲亲手为李承贵缝制龙袍, 引进中原服饰,大受赞赏。 明生获得忠勋士陆后风, 四子功成名就, 娶其生子,繁衍异足。 明生后人遍布韩国各地, 至今已逾八万人, 因他不改其文雅仁爱之本性, 明生即使在业裕, 终得幸福。 除此之外, 明生与陈礼流亡朝鲜的始末, 还蕴含着许多值得探讨的历史细节。 明生在高历时期的生活状态堪称奢明, 在公民王的优厚待遇下, 明生不仅获得广阔的封地, 还拥有大批奴隶侍候。 这与朱元璋不为官, 不为民的交代, 形成鲜明对比。 明生似乎并未把朱元璋的嘱托放在心上, 而是尽情享受起 声色全马的贵族生活。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, 公民王试图利用明生牵制明朝的用心。 明生与高历权贵世家通婚, 也凸显其在高历权力核心中的地位。 他先后娶了总郎之女, 等高官千金为妻, 儿子也纷纷联姻朝鲜王室。 这种政治联姻无疑为明生一族 在朝鲜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。 明生极为重视子嗣教育, 四子各个才华横溢, 身受历代朝鲜王室器重。 朱元璋放眼朝鲜半岛局势, 利用明生牵制高历, 维护明朝在东亚权威, 这种深谋远虑可见一斑。 明生和陈里或许正是朱元璋 国际政治策略中的一颗棋子。 明生与陈里流亡朝鲜的经历 既反映出个人才能与气质的不同, 也折射出东亚地区 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。 这段历史传奇启发我们, 透宽视野, 深入探究历史的人文背景。 感谢观看.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